荷花山是臺灣著名的景點 不分刺激都吸引了大批的遊客 前往 武嶺庭更是許多人必須的 排照點 為了有效 紓解雍色的車潮 並且是降低了警力的負荷 公路總局在武嶺愛口兩端 裝設全臺灣海拔最高的紅綠燈 近期已經請用 請駕駛人多加注意 紅燈亮起 展開單向通行管制 等待對向大貨車會車 海拔三千兩百七十五公尺的 荷歡山武嶺地區 是全臺公路最高點 這裡近期啟用了一組紅綠燈 引發關注 荷歡山可以看日出 關心 也能賞花與追雪 不分四季都吸引大批遊客 車潮常常擠爆山區 尤其武嶺停車場前的愛口陸服 最為狹窄 車多打結 就要動員警力來疏導 公路總局表示 因為當地屬於太魯閣國家公園 道路難以拓寬 因此決定在武嶺愛口兩端設置紅綠燈 降低遠景的執勤負擔 這座全臺最高的紅綠燈啟用後 警方強調並非是全天候運作 而是看車潮機動管控燈號 但燈亮時視同正式交通號制 駕駛人闖紅燈 就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單 可處一千八百元至五千四百元罰還 記者網民方黃濤 南投報導